身穿华丽定制婚纱霸气摆出pose 还小露心机不时撩起纱裙 乃欣美从时尚教主升格为女王自然也很关心时事 对于朱欣怡的病情脸像是挂着满满的不舍 细细的朱欣怡不时关心她 不过最近蓝欣梅遭曹阁发文呛下 点名蓝欣梅不要再带她老婆出去 对此蓝欣梅也是有话要说 我看不懂我就是看不懂 我有跟你讲吗我就是看不懂 那一天新闻一出来那个树林就有到我家来跟我道歉 然后我也看了很心疼因为又不是她的错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 要他们当事人自己坐下来好好讲嘛 对于感情别有一番的看法 事业上也是相当得意 这次美妆节目注入满满信谢 编细华与徐凯夕成为助理主持 看在前辈眼里觉得相当有趣味性 关心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实在是在我们节目太有趣了 然后制造很多麻烦 在我们节目里头你会看到不老妖精 作为演艺圈大将长的蓝欣梅 好友一举一动都相当关心 节目里外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 当后辈最坚强的后盾 TVBS新闻 嘉汉文正卫珍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